餐車再出去外面做 基本上 應該很簡單 他就是你在家裡做七成的工作 其實你在餐車只是 餐車只能收錢啦 餐車最多 收尾好不好會講話 餐飲的收尾跟包裝 包裝收錢 沒有我覺得因為大家看到這個車 會陷入一個迷失 我幫友誌點一下他就懂了 對 你想想你家樓下巷口那個賣臭豆腐的小發財 他有這個問題嗎 沒有 為什麼你把這個想像 為什麼他不是那種三開四的那一種有沒有 帆布的那一種 其實你一想就尬捷發電機 水桶帶著然後這樣子 做完我就是限量 50份沒了我就走 我一份就是賣高一點價格 而且反而我比較控制我自己的成本 我今天要賣多少量 賣不完打電話給我 就OK了 他還要來搶劫啊 你看這個人喔 行李就要去 行李才不會高 回去我退他的贊 對對對 直接把電話封鎖黑名單對不對 沒有 所以說實在的就是依照你自己的營業別 然後自己去算你的成本回收 那我的營業別我也可以啊 我買一台穿車我可以 看到夜市自己在現場做Live Show 所以我那邊真的可以 是好像可以 但是我要補充一下 回到車子本身 剛才是營業面 對 各位有沒有發現這種商業用車啊 有個重點喔 現場來的這輛台 拍謝 手爐 你要會先開手排車 這是另外一個很多人會忘記的這一點就是說 上了車之後 手排車不會開你要去哪做生意 對 雖然說現在開始有一些商用車有自排了 像中華林立那A180 A19 像Portor也有自排的 Portor也有自排 對 就是最近的商業用車開始有些自排了 所以說你的選擇項目會變多 但是如果你會有手排車的話 你要先選你的車子本身的話 你的條件就會比較多 要不然你如果說今天是選有些餐車 你不是買新車 你是買中午車 可能上一手 你要接他的時候 萬一什麼東西後面都歸好了 後面改裝也都歸好了 找好店家幫你改了 像裝潢 然後結果上了車之後 你怎麼走不知道 所以說你在選餐車的時候 其實這一點也要注意到的一個地方 做生意其實開門做生意問題很多 來我們先回座啦 我們一個個來盤點嘛 我們剛剛在算是成本 接下來算困難面 坦白說呢 確實現在有很多類似像這樣子的餐車 思維真的不一樣了 商用車應該嚴格說起來是這樣 所以我曾經因為這樣訪問過很多 這個出來創業的陶傑朋友 大家買這台車 希望他可能甚至公司的女會計師 偶爾可以幫他開車出去 或者是家裡的女兒 偶爾也可以幫忙做生意 所以自排的選項 你講的沒錯越來越多了 手撈的話可能 你找的員工就比較難找 有些人不會開手排車嘛 那這是第一個我們在算成本 第二個我們來算 那有其他的 像我們一樣在開餐廳會遇到疑慮 像你開餐廳安檢啊 還有那個食安啊 這些都是一個一個要克服的 很嚴重 非常嚴重 因為你開餐廳的時候 我們最大的那個不可變動成本 裝潢類就是那個抽油炎機 你想像不到 那一套抽油炎機幾百 然後還有那個斜度 因為他把那個上面的油煙 你要整個能夠吸進去 最後你要用那個震盪 把它變成油滴下來 然後再蒐集叫人家弄 光這一套八十萬 這麼貴喔 八十萬 政府法令規定 他就一定要吸到某一個程度 他會去用市值 用什麼去測你的東西 如果這套機器不合格 我跟你講就是罰 一直罰 所以有時候做開餐廳 為了要符合法令規定 我就一定要挑這個政府規定 這個區還分商業區喔 住宅區跟住商混合區 那個標準又不一樣 所以你完全要符合他的規定 否則你那套就沒有用 八十萬再換一套 再新的 所以那個你自己法令都要注意 你那三十%又被吃掉變四十二% 那會很高喔 不可變動成本一直高 還有像某一些區域是不能掛砍棒 像我那個第一家創始店 掛砍棒的時候 給創業者自己那個注意啦 我那個砍棒按照規定不能通出來 大概幾公分幾公尺 因為人行道走在下面會危險嘛 如果萬一紅台天下砍棒落下來會跟人攻 所以他確實有這個規定 因為我開在民生社區 那個全部都是軍公教 那裡面喔 上次有一個老伯伯經過 你不要跟我講 老闆你開這個這樣不好 我說常常又有跟你們怎樣 沒有啦 你在砍棒啦 砍棒什麼啦 你們通過十二公分出來 十二勒 這樣你也認不出來 而且你要大馬路旁邊啊 人次走下面又不會走上去 那還去量喔 我叫我工程師去扭 還真的差十幾公分 哇 阿伯厲害啦 你只有兩個選擇 繼續違規 或拆 然後後來我們股東開會覺得 拆掉好了啦 拆掉 後來那個老伯伯變成我們第一個客人 後來我才知道他是以前在台北市政府公務局上班 喔 他會稅修你知道嗎 稅修一看一眼就知道十二公分 你違規喔 拆掉以後他跟別人講說 這間店的老闆有整支 我們都去幫忙 不錯 很正面喔 所以那種法令的東西喔 現在老百姓義士廳那個抬頭 所以他們很在乎這種東西 所以在開這種店的時候 我們那種實體店面有很多這種法規 對 開餐廳還是開餐車 這是完全截然不同的選擇 但他都是有成本